我是不是没有机会了 实话实说啊 靳远 虽说呢 你最近成绩是进步不少 但和真正的主力比起来 还是不顾毛劲 当然了 你不用灰心 如果你想当真正的主力 那就得靠自己 一步步实打实的成绩来证明 这次邀请赛 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啊 感谢 你说 我都到国家队了 我爬到树尖去上了 我看到底儿 就一步之遥 可我就 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呢 你当然可以说不用去棋台河 你当然可以说不用去棋台河 因为你能去亚冬会 能去美国 能去实际赛 可明年多了 我连场比赛都没有 一个连场比赛都没有的运动员 还能叫运动员吗 当教练以后才意识到 其实体育是相当非常非常残酷的 那个时候确实挺拨折的 也考虑到以后 行 倒是好 不行怎么办 反复问自己到底练还是不练 我是选择继续练呢 我还是要放弃呢 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 每一天都会这么想 有一段时间是想去上学的 当时跟家里说过 然后 然后我妈说 那你确定要走这条路吗 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的 你决定了以后 你就没有回头路 那时候我就说行 我就干这个了 练到这儿了 就不太想放弃 不想干让自己后悔的事 所以我就干了 我就不后悔 然后我就会跟 继续跟男运动员 身后去划行 就男运动员划有多快 我就在后面去追着划 低着头划 反倒就克服了 我自己心里的这个心结